开山啦 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开山 新年第一天开始采茶 叫开山 以前是要选好日子开山 因为传统的正山小种红茶制作工艺 是需要比较成熟的页面 牙头要小开面才能采摘 要提前看茶山 而且一棵茶树要一次采完 还要有晴朗的天气 现在是根据每家茶农收到订单 有人收购茶青的时候开山 现在市场上流行牙头 因为牙头含有氨基酸比较高 只要有牙头就可以采摘了 今天是3月23号 富士富根据收到订单的时间 开始今年的开山 上月中旬的早上气温7度 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 这个温差大吧 这样子的小气候也是出城茶叶 高品质的颜值一 清晨5点半全家人就起床了 6点半吃完早餐 7点出发 到他父亲以前承包下来的龙山采茶 今天天气真好 在沿路看我们的村长 挺美的 这里一片毛株林 这片山坛今天请到五国人采茶 吃茶的做小测缸 然后这里的山脚是700多米 到了山顶3米 将近900米 荣山海拔1000多米 这片茶在海拔800多米的地方 从李嘉堂到这片茶山需要行走半小时的陡峭山路 李嘉堂海拔700多米 他们要在半个小时内攀爬100多米的高度 唉 大家都走得气喘吁吁的 这个玻璃的陡 你们也没走过阵子路 好像天梯一样 这条山路存在很久 已经无法追究它的年份了 每年富士富都会对一些路段进行维修 特别是靠近茶园的这段黄泥土地 需要钉一些木板 防止打滑 你看 沿途的森林 我的茶山在这上面的森林之中 富士富今天请了五位茶农 因为茶盲季节本村的茶农不够用 富士富从附近的邵武县将他们请来 他们平时在家务农 茶季进山帮助采茶 他们是富士富多年御用的茶农 富士富提供他们吃住 他们要在这里工作40至50天 终于到了茶地了 这片都是我们的 今天你们就采这一片了 你买东西就放在这个小屋里面 七点半到达茶园 茶龙们先将午餐 放在茶园旁的小木屋里 这个小木屋已经盖了 有五六年了 天晴可以遮阴 下雨可以避雨 中午还可以在这里休息 吃中午饭 这个就是他们的饭 他们中午就用这样子的饭 杯饭来上上 这个是装菜的 这里没有菜 这个下面是饭 这里有一个水壶 这个水壶可以挂满开始了 又可以喝水 又起了保温的作用 这个小木屋是五年前傅师傅用旁边这个密集的山木林里 被树枝捆在里边长不大的小山木就地起材搭建的 是用来摆放工具 供茶龙们休息吃饭用的 木屋搭建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个山泉流过 大家渴了可以在这里淋水 这片高山茶园 每年可以采小池缸 一百五六十斤 这片品质非常好 这样的茶山我家里总共有四片 那这片的海拔是最高的 这片茶山共三十多抹 附家有四个弟兄 每人分一块 附华彪是家里的老大 在中间分到了七八抹茶地 这片茶园附师傅主要是用于采摘小池缸 每年可以采摘四百至五百斤的茶青 制作成一百斤的小池缸 因为保护区的茶山都是原生态管理 所以产量都不高 这片高山茶园 也是我们家做高品质的生态茶 这个茶山是生态管理 你看这么多杂草 以茶树共生 还有一些花花草草 这个是长在茶地里的 我们这里面叫清明草 是可以用于做果吃的 这个茶叶地里面 还有很多草药 这个都是种草药 今天是大晴天 是采茶的最好天气 虽然是早晨七点 只要太阳一出来 山里就没有成雾了 这跟城里的气候有很大不同 只有变天的时候才会有雾 早晨气温大约是六度 白天最高气温是二十二度 温差大 茶叶的内含雾就会更加的丰富 这就是保护区小气候的特点 加上雨水充足 才能孕育出品质好的茶叶 今天的太阳是真好 阳光 大太阳的天气 采采茶做起来品质是更好 这很好很香 嗯 这天气采采采也真的是好 那里面就是晒太阳就是了 很冷 采采采采比下雨好 嗯 戴的帽子好一点 你看这个茶是很好 今年可能会营收 今年的茶长势很好 去年冬天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晴 后期有大霜 霜冻之后病虫害就少了 今年的雨水充足 晴天的天气不多 下雨或梅雨天或阴天比较多 今天采采的小吃干 是因为今年的订单 比往年迟了两到三天 往年是三月二十号就有订单了 而这片茶山已经长出了两叶一芽 采采完的茶树二十天后 又会长出芽头 芽头是可以做金居梅的 但是傅师傅不会用它们做金居梅 先挖个坑 以后我们会做一些视频 专门介绍金居梅 这个就是做小吃干的原料 这个是采两叶 一芽 就是这两个叶子 两个叶子 一个芽 多采了就做不出来 就采这个 两个叶子 还有一个芽 采采采时 用拇指和食指掐住第二片叶子的下端 向上提一下 叶子就采摘下来了 千万不要用指甲直接碰到 因为指甲直接碰到 采的茶叶会有伤口 它的口会变黑 在微雕的时候 水走不均匀 水会走不出去 茶叶就会有色味 你今天一天就采这么多啊 这一点点 还可以有那么多的 有好几斤哈 这是两个人采的 没出口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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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贵了年刚才 你等下看 采到十四斤 十六斤七斤两斤 很厉害 它采了多年了 真的很厉害 它采了多年了 你等一下看他们清了 他们的 它可能没理中 没有 没有 采摘小吃干茶青的工价 一般是十块钱一斤 因为这片茶山的茶叶就小 所以傅师傅付给茶农十二块钱一斤 茶青工价完全看茶叶当年的涨势 如果涨势不好 叶面小就要加工钱 气候较热 茶叶涨得较快和大 就十块钱一斤 最早一块钱卖出去的茶青 采茶青付出的工价是七毛钱 制茶人只有三毛钱 由此看来 采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007年 红茶市场有了很大的转变 武夷山保护区和凹多村有了合作 当时傅师傅是凹多村委书记 成立了红茶研究所 那一年的茶叶价格翻了好几番 那年采茶的工价也全面提高 茶青的价格大约是五六块钱 直到2015年 一斤的采茶工价提升到十块钱一斤 直到现在 金俊梅也是那两年开始研发生产的 2008年采金俊梅茶青的工价 一斤是一百元 采小吃干和金俊梅工价是天然之别 当天晚上五味茶农一共采摘了七十一斤的茶青 有一对姐妹加在一起采摘了三十五斤 有的采了九斤不得 茶青 放在这里开始尾雕 这个时间要插它八个多小时 当天晚上将茶青放在尾雕槽里尾雕走水 尾雕也叫走水 就是用低温和热风捶取茶叶里60-70%的水分 整个过程大约需要八至九个小时 在这期间需要两至三小时用手翻动茶叶 当手触摸茶叶的时候就知道茶青的水分走多少 同时也可以将茶叶翻均匀 半夜傅师傅需要起床几次来翻动茶叶 这一整套尾雕槽设备大约需要一万多人民币 傅师傅这台尾雕槽是请人到家里专门制作的 大约三四千人民币 整个设备是用电卢丝分成几组 再加上一个排风扇 这个尾雕槽依次可以尾雕鲜叶200来斤 下一步工序是将尾雕好的茶叶放在揉碾机揉碾 根据茶叶的粗细一般揉碾20至40分钟 揉碾的目的是使茶叶面积缩小成条形 塑造米官的外形 揉碾破坏了叶子的细胞结构 使叶子的内含物质容易穿透到表面 在饮茶泡茶时 茶汁容易进入茶汤 红茶揉碾不仅仅是造型和破坏液细胞 促进内含物进一步的变化 最重要的目的是为发酵创造条件 一台揉碾机大约是8000元人民币 分35型40型和55型 政府对茶农购买制茶设备会补助大约20% 今天可以用这台大的楼链机 楼链了这些是空的 装的茫茫的 一台机 楼链开始了 这个 楼链好了 现在给它出炉出来 都楼链好了 都楼链好了 都楼链很漂亮 现在给它出炉出来 都楼链好了就是这样子的一颗形 切成一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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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条形 现在在哪去用结块机给它结散来 也就是用这台结块机给它结散来 揉免完的茶叶是一块一块的 需要放在结块机里将结块的茶叶打散成一条一条的 大约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 一台结块机大约需要2000人民币 结块完毕 结块机的下面是有一个抽屉 经过结块的这个茶叶就从这个抽屉拿出来 现在把这个结块完毕的这个茶叶 放在这个竹框里面进行发胶 还给它抖上来 装完框了 现在放在这里发胶 要盖一块这个布 一个是保湿 一个是保温 将茶放在竹框里用8至10小时让茶叶发酵 因为竹框没有味道而且透风 将发酵好的茶均匀地撒在铁筛上 然后放到烘干机里烘干 装满烘干机的茶叶大约需要4个小时的烘干 铁筛的边是用竹子做的 中间是铁丝网 烘干机有大型和小型 小型的烘干机可以放12个铁筛 大型的可以放16个铁筛 烘干机大约需要5000元人民币 烘干好的茶叶将烘干机的门打开 让茶叶自然冷却 再倒在竹框里冷却 这个过程的时间大约需要3个小时 全部都靠缸了 这是2021年最新出来的茶叶 今年出来的第一套茶 经过了5个人采了一天 有70多斤的茶青 做起来就这么多 不过今天这个茶做起来还可以 看起来品质还是不错的 还很漂亮 闻起来香气也不错 就是这个还有一些杂质 这个要选择可能还要花很多时间 装袋了 放到袋子里面也保管好了 要放一个半个月时间 再来进行分解 把这个杂质减完了 再进行铺扣 才能上市 最后道路实用的塑料袋里包扎好 让茶叶自行发酵 这个阶段为茅茶的制作过程 一天的成果 茶叶有多少 有14斤多 70多斤 差不多花了5斤多 1斤 还不错 离成品茶到底还差了哪几步呢 原生的竹林茶 带去我茶山的路上 发现了一根竹笋 春笋出土 成品茶 这里面要放水 你看这个汁 长得很乖的 这就是我们家里的普速茶 今天采了一天的银俱美 更多不为人知的茶能生活 千万不要错过下期视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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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